打個進空籃板 陳秉全 塞給菲爾斯 菲爾斯藍底下 這個反攻放了進去 最不喜歡做一個 橫向的一個傳球 一個大角度橫向的傳球 尤其又在後場 並沒有受到一個壓迫性的失誤 實在是很不應該的 場面記者訪問到 Coach邱他的一個想法 站立回來之後 球給藍底下菲爾斯 放進兩分 情況可以凝聚 整個公司的大家的一個凝聚力 是 我覺得這個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填出來去找陳品權 騎馬射箭抛頭得分 打進八強又洋將 你一個可能還不夠用 要一個兩個三個 所以我覺得這個外籍生對 台灣的籃球的確是 變成是一個心器上 一個missmash 2926 海洋 給藍底下菲爾斯打得很強硬 因為菲爾斯也知道 他這個點是絕對的優勢 彈球 宇龍隊的進攻 球往前給 手指援高調去找菲爾斯 菲爾斯籃下 空了 對 其實我覺得現在面對菲爾斯會 藍底下馬哈尼 轉身勾射 球滑掉 六球了 六球了 宇龍隊快攻機會 給菲爾斯來了 菲爾斯打拳 塞了進去 哇哇哇哇哇哇 老闆你 是 有的時候我們常常在講 這個德分不必載我 對 好走漏掉 但是沒有救回來 被陳定全拿到 周宇龍再轉傳 高調 菲爾斯空中把球放了進去 是 非常漂亮 會主動把節奏慢下來 是 稍微調整一下 選擇一個更好的一個機會 周宇龍 不犯規 菲爾斯 拿到進攻 他把球放進去 是 會減少了一個外圍的一個攻擊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回應到 這個一開局的時候 五位教練在講 不管對方祭出什麼樣的一個 投入然後是真的在這場 而且我覺得今天是 很漂亮的一個 520的一個日子 哇 第二個三分球來了 還好在佔領回來之後 一手區域 張家合了三分 沒砍進 第一時間往前 菲爾斯拋壞 菲爾斯來了 好不容易 拉開了一個十分的一個差距 雖然也不是多穩定 但是至少是一個小的一個距離 為了要確保最後的這個 可以拿到最後的勝利 趕快把這個距離 鎖定在這個地方 下半場跳得出來了 騎兵 對 而且他完全 那個表現 你不會覺得他上半場 沒有什麼表現的感覺 對 育龍隊落後6分 半把 掉給菲爾斯 菲爾斯籃下 哇 大怪獸 這是一個競算M1 看看扛開空間造成沈瑞陽的犯規 還把球放進去 那這是沈瑞陽個人第五 帶著那種球 這邊是呂正如啊 然後旁邊 林立仁 那你都是只是一個半個球員 這個拼一個三分球無盡 沒有丟盡 哇彈一隊失誤 有的也失誤嗎 救回來 菲爾斯放進去 穩定很多啊 三分外線的出手 籃板球差一點被 潘因搶到 直接高調前場 菲爾斯輕鬆放進兩分 籃下籃板球是菲爾斯的 雙手扣籃得分 Thank you very much 隊的進攻上真的是 多遠多角度啊 班爸可以投外線 菲爾斯可以搶籃板 所以我相信他們 菲爾斯 把球轉移到 底角去 三分外線有了 沈瑞 現在泰因也守了一個區域聯防 馬哈尼稍微把球點了一下 菲爾斯 想要單吃馬哈尼 在籃下 輕鬆的兩 雙手把這兩分放進來 那謝謝夏浦的不常思 前右許 嘗試用腳步擺脫對手 三尼回來之後第二節的時間還剩下 4分51秒 三分外線明豪出手有了 如果 戴頭天了 就先戴上來 漂亮的空手走位 再交給菲爾斯 來一下張家豪 彎腰頂鈴 感覺老闆有點坐立難 來一下 這個背後傳球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傳得漂亮 相信他的用意就是因為這裡有 很多的上場的時間 對 那也讓他在這個地方有很好的發揮 所以陳又許馬上 哇 班巴 年輕人 就是年輕人 馬上爬起來 班巴這火鍋真漂亮 但是 玉龍 那次捷琳 壓進去 威爾斯 結果在籃下放槍 在出手的時候 球進 這個畫面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馬哈尼第一時間以為班巴要出手投籃了 結果他把球壓進去給菲爾斯 菲爾斯第一次的籃下放槍 對 他們雖然只練兩次球 感覺只練兩天球 居然會這麼有默契啊 要不然以一般的 另外一個中鋒像菲爾斯的角色 其實會很快的去準備搶進攻籃板 他已經把分數追到十分差以內了 周遲 交給菲爾斯籃下 用扣的 他現在 其實 又許人又許在防守上 進攻上面的一個壓力啊 再補一下菲爾斯自投自強 哇 又是一次 下手下的蠻準的 周遲恩向後跳 籃下菲爾斯 想到進攻籃板把這籃板給放進 非常足夠可以來吃進一波的進攻 交給班爸中距跳投要有 誰能夠把最後的榮耀帶走啊 高低位的配合菲爾斯 已經在籃下搶進到有力位 在變換速度還是甩不拍對方的防守 用擔擔掩護漂亮這場好球 但是又是一個籃下的火鍋 好 高低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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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主攻真的是很漂亮啊 對 那我希望這場球賽真的就是 讓觀眾跟裁判啊 跟球員啊 真的是好好的看這場球賽 這場比賽 對 SBO培育出不少的一個中華隊的國手 對 那我相信這些球員 未來啊都指日可